大家好 我是边峰伟 我是财经峰伟节目的主讲人 今天我将以自己的三段 亲身的经历 来烹饪三道饕铁大餐 我希望这三道套餐 可以跟大家一起 熟悉投资的真谛 同时也给在座的所有人 有一些投资方面的启发 三个故事 三道大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 2000年 我刚刚入世五年 刚刚毕业 那一年的圣诞节 老天给了我最大的一个礼物 大家请看 2000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好啊 你躲在这儿呢你 哎哟 跌死我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你不说要带我发家致富的吗 这世上哪有什么馅饼 都是陷阱 哪有什么圣诞老人呢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叮叮当 叮叮当 配得像叮当 大家看到的这个故事啊 其中的这个原型就是 2000年的我 圣诞老人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庄 2000年我入世五年 我95年入世 到2000年的时候 在那五年里面 我是非常刻苦的 如果说看股票的书 大概看了有三十多本 大部分是来自于台湾和美国的技术分析的很多书 在经过99年519大行情以后 我觉得自己充满着自信 但是那个时候我学了那么多 我最想要的其实就是两个字 消息 在2000年春节的时候 我们高中同学聚会 无意中啊看到我以前一个还不错的同学 居然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庄的操盘手 大家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那种喜悦感啊 之后我就拼命地想跟他混在一起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每周能赚1500块钱 那是一笔很高的收入 我那时候刚刚毕业 我的实习工资是800块钱 我每个星期能赚1500块钱 一个月有6000块钱 那是一笔很主要的收入 我那时候谈朋友就靠这笔钱的 但好事总不会那么巧合 天上的馅饼 大家看到这张图 2000年的圣诞节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天上午10点钟 这个股票莫名其妙跌停板 我第一时间拿起电话 打给我的一个同学 我说这股票怎么办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要问一下 下午我工作都没心思 直接请假就到他公司去了 我走进门的那一刻 他老总不在 五个操盘手 比我年纪大一些 有的跟我差不多 五个操盘手脸色都不好看 我心想啊 他们五个人一定都买了这个股票 而且买的不会比我少 从他们的那个组长口中得知 他们大概庄家出问题了 有部分的庄家因为资金链断掉 有人卖出 他们说老总已经在跟那个卖出的人在谈 应该问题不大 第二天开盘 继续跌停 卖不掉 而且我们还找了当时最熟的一家券商的老总 让他们帮我去报单 直接报到交易所里 我们排在最前面都卖不掉 第三天开盘继续跌停 卖单超过一亿股 一亿股 几乎所有的人都卖出来了 到那一天 我的经验告诉我 没戏了 然后我跟我那个同学说 你们都回去了 他们就说 你跟我那个同学两个人 你们盯着盘 打开跌停 告诉我们一声 我们回家睡觉了 就是这样 一直到十个跌停 这是中国股市第一个十个跌停的股票 我有幸参与其中 我老妈也是老股民 她当时经常跟我说 股票套牢了就拿着吧 我那时候终于明白 我老妈的那句话 股票不会跌完的 十个跌停是跌不光的 只不过能跌掉三分之二而已 二十万变成了六万 三十块的股票 我到现在还记得 大家看到最低的那个位置 十一块钱 当天跌停板打开 直拉涨停板 我们作为相对职业的操作员 我们在第一时间 在涨停板把它卖掉 整整亏了二十几块钱 从现在来看我们的卖出动作是职业的 如果不卖出 半年以后这个股票跌到了四块钱 如果说第一件事让我知道了 股票永远不会跌光 你可以死拿着 那么第二件事告诉我的是 永远不要听信消息 站在今天我这个位置 我觉得那十五万的学费绝对不贵 大家看看这个股票的走势图 在下跌跌停板之前的那个走势 如果我不是因为它那个消息 我是不会买这个股票 这个走势多差呀 缓步地下跌 但是因为有消息 因为有甜头 所以亏得一塌糊涂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的这个故事 我想告诉很多人的是 其实到今天为止 消息依然是很多投资者最重要的 当然庄家也不一定会赚钱的 大家看看这个股票 庄家输得也很惨 如果你手中有这样的股票 现在来看看它的走势图 它的每天会有上影线下影线 看到吗 如果当时你再去看这个股票 你会发现它每周五的下影线特别长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股票它是借钱炒作的 它每周五它必须要把股价抬高 每个月的月底必须要把股价抬高 哪怕它已经钱不够了 因为如果跌破了平仓线 就会出现什么 这是现在说的股权质押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手中有这样的个股 它的走势看起来缓步的下跌 就像一个人已经盘山而行 其实它的资金已经很紧张了 现在的A股 少说有上百家这样的走势 大家去看看从15年到现在 有没有 如果你手中的个股有这样的 它横盘的时间超过一两年 一直在高位横盘 成交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你要知道哪怕是庄也已经取高贺寡 没有人能够撑住 今天的这个故事我们以庄作为一个衍生 我希望给很多人了解这个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怎么样才算一个成功的投机者 全世界都死了 只有我还活着 在座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原处在哪吗 这句话的原处是当时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剧 电视剧叫《大时代》 是刘青云和郑少秋演的 当时在里面有一句最经典的独白 就是他做空市场 整个市场大跌 他赚了第一桶金 全世界都死了 只有我还活着 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经典独白 是我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我的一位客户 一生最想追求的 他甚至已经成功了 2006年我差不多进券商已经六年了 有一天2006年夏天 有一个客户来找我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穿了一件大裤衩 穿了一条T恤 穿了一双脱鞋 帽不惊人 比我大概小了两三岁 他跑来找我 他说编老师我看了你的节目 很喜欢你 我就住在你家对面 我想到你这来开户做股票 我说好啊欢迎啊 他说我想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 做生意吧 我说可以没问题 你多少钱 我有八万块 八万块你要个房间的 我说八万块 我说你只能在散户大厅了 他说我交易量很大的 然后他给我看他之前的交易单 我一看 他交易还挺频繁的 他一个八万块的 我看下来大概差不多能够相当于别人几十万的交易量 所以我破格签字 给他进了中户市 就是你要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资产 在二零零六年的时候 你能够进到我们的中户市 我们那个中户市是三十个人 之后行情很好啊 从零六年的两千点涨到三千点啊 就一路拔高地涨 那一段行情我想在座很多人经历过都知道 那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最好的一轮牛市 一直涨到六千点 而这个人也成为了我们当时营业部一个不小的传奇 到二零零六年年底 他从八万块钱赚到了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啊 而且他的交易量很大 为什么交易量很大 大家知道吗 因为那个是东西叫权证 由于当时的股权分支改革 有一些股票有了衍生品权 权证和股票的最大不同是 权证可以T加零交易 而且权证是他的涨跌停板不像股票只有百分之十 如果一个宝钢的股票一天涨停板 他的宝钢权证一天能够涨三倍 宝钢权证一天能够涨三倍 宝钢权证股票从五块涨到六块 他的权证可以从五毛钱涨到一块五毛钱 一天 而且可以反复地交易 我到现在记得那个客户姓高 我叫他小高 他给我的同事表演 七秒钟买进卖出赚三万块钱 七秒钟 拿一个电话买入 直接在电脑上输出卖出 七秒钟 一笔交易三万块钱收益 还能付几百块钱的佣金 所以他当时是我一个同事的财神爷 因为赚佣金嘛 我同事要拿奖金的嘛 好了时间又过 到2007年5月份指数冲高4000点 2007年5月30号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经历过 第二天开盘 90%的股票跌停板 第二天继续跌停板 第三天继续跌停板 第三天 如果你到券商去过你就知道 530以后的第三天 小高中午跑到我的办公室来 他很兴奋 一看人跑进来悄悄地跟我说 边老师 你打开我的账户看看 我说怎么了 我打开账户 我们用柜员机 券商有交易系统 我用柜员机打开账户 我惊讶了一下 我再看了一遍 他的市值是1100万 1100万 从8万块钱到1100万 整整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他买了什么 他买了认估权证 认估权证就是看空的权证 问他说 边老师 我只能跟你说 我在中护士我不敢说 旁边的人都在骂人 所有人都有想死的心了 只有我 我现在告诉你 边老师 全世界都死了 只有我活着 如果故事到这里 那将是一个传奇 之后市场还在涨 从4000点涨到6000点 它的市值从1100万 最高涨到1300万 但它的增长开始有限 从现在来看 我能够明白 其实那时候已经有问题了 那个时候 它已经从一个跟风者 变成了一个被跟风者 它原来的速度优势 由于它的资产的庞大 而渐渐地不能够适应 最大的问题来了 2008年 熊市来了 比熊市更大的问题是 全证取消了 没有了全证 它就没有办法做T加零 它用这样的一种T加零的方式 在股票里面做 每天追涨停板 追完涨停板 第二天熊市 第一开 割掉 再追涨停板 再割掉 到2008年的年底 指数跌破1800点 它的市值从1300万 跌破200万 一场财富的春梦 这就是一个投机的故事 它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投机者 所以今天在座 我想有很多人入世 都经历过这一段 炒作 投机 追涨停 所以我想这个故事 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投机者 说到故事 说到这儿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要说 边老师 我知道你是做价值投资的 错了 我在前十年的投资生涯 我都是做投机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未来 你要做投机 我给大家罗列了这些条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要有十年以上的盯盘经验 那个小高做期货就做了六年 十年以上差不多是什么时间 差不多是两轮牛熊的时间 然后你需要大概知道一些 简单的技术指标 量价 关系 熟知 我说了我在2000年的时候 我至少已经看了30本 关于技术分析的书了 800多个股票 你只要说是哪一个 我就能告诉你 这个股票在哪儿 它的董事长是谁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它们的这种嗅觉来自于什么 刻苦的不断的事件 我在20多岁的时候 我做交易的时候 盯盘盯得很累 我回家七点以多钟 不用在床上 在沙发上我就睡着了 我太太经常说 你怎么那么累啊 她不理解我们做投机的人的 心力憔悴 现在体力不行了 这也是我做投资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第二个故事的最后 我想考一考再做 或者我想给再做一个测试题 如果今天再做 想要做投机的 我给大家一道题目 如果你能做出来 你就可以去做投机 今天有一个股票 10块钱 开盘以后迅速下跌 跌到9块5毛钱 你能不能第一时间地把它止损 它破位了吗 对不对 做投机最要紧的是什么 是会割肉嘛 我们当时在跟同事聊的时候 我经常说 你要做投机 你就是一个刀客 记住出去割不了别人 就割自己 所以第一件事会割肉 10块钱跌到9块5 割掉 割掉以后的半个小时 这个股票从9块5毛钱 直串 串到10块5毛钱 记住 你要没有任何心理犹豫地 把它买回来 而且就像你每天起床 那么地简单 如果今天在做 你回去问自己 你能做到这一条 我认为你有做投机的天赋 记住啊 我刚才说的那个题目 10块钱跌到9块5 割掉 割掉以后迅速涨到10块5 你目不眨眼地把它买回来 这里面是反人性的 所以今天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是 想告诉大家你到底适不适合投机 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故事 是我在五年以后看到的一位客户 他在2015年的行情以后 发生了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 我们来看看这个客户会变成什么样 跟我进入第三个故事 财酒发财 金酒不衰 财经的酒发财的酒 不要一千也不要三千四千 只要九百八十八 这只是一平的价啊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 还可以参加内部团购 只要八十八块八毛八 还犹豫什么呢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喂你好 这位实货的朋友 大声地说出您的地址 我们包邮啊 请 什么 你不买酒你打什么电话呀 你要入股 嗨 你说你要带我进入股市 那叫入市好不好 日赚斗金 那么赚钱 好好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 好好好 朋友们 你们谁要喝 谁俩拿走啊 我要去开卡 我要去开户了 我赚钱了 赚钱了 可我不知道怎么去货 第三个故事大家看到啊 这是2014年年底 我看到的一位客户 在现实中 要比我们小品演员的 身价百倍 这个人是茅台和五粮业的 一级经销商 在认识我的时候 2014年 他比我长五岁 应该说已经身价超过一个亿了 做股票和做实业是完全不同的 我一直认为 做实业是把你的优点放大 你这个人够努力 起早贪黑 做别人干不了的活 做股票 一入股市 是把你这个人的劣根性放大 你这个人恐惧 你这个人贪婪 所以我见过大量的做企业的客户 在股市面前 输得倾家当产 而且他还不认输 所以刚才我们小品里面演的 这个卖酒的老板 在2014年 托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吃饭 当时说要入市 行情很好嘛 2014年年底大家知道股市过3000点 他当然心仰想要入市 入市以后 当时他问我 边老师 你觉得我需要入市干些什么 第一眼看他 做这个工作做了十几年了 看客户很准的 我一看 我大概知道这个人 比较专业程度有限 我甚至认为 他入股市的结局已经定了 很多事情 很多路 很多经验教训 你没有办法绕过去 所以我当时说了 自己觉得他不太愿意遵守的两点 我说第一 我说你这个人 赌性比较大 不要做创业板 第二呢 我说你没有时间盯盘 我给你一个建议 只买你最熟悉的东西 他说我什么东西熟悉 我说你干什么的 他说我卖酒的 我说你卖什么酒呀 他说我卖茅台 五粮业 边老师你要喝酒找我 我说可以呀 我说那你就买茅台五粮业 他说可以吗 我说可以呀 就有茅台的股票 他说那方便 那我买了茅台 他茅台每个月销量多少 我都知道 什么时候涨价 我都比别人知道得早 我说对呀 那你就买这个吧 在2014年年底 他全仓1800万 买进茅台 结局不用说了 他之后还融资融了1000多万 到上周 他的市值已经超过7000万 一个成功的投资 说到这儿 我们要开始说说 真正的价值投资 我想他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有两点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没有开创业板 一直到今天 他还没有开创业板 中间还有很多打心股的机会 他都视而不见 所以他的纪律性 他其实是克服了人性的贪婪 他克服了贪婪 如果是你 你可能做到吗 创业板那么好 那个时候 而且还能打心 有的人就因为我要打心 我要开创业板 开完创业板 打完心 就要买点股票嘛 买完股票 你输的钱 远不止你中到的辛苦 所以第一点 其实是他克服了贪婪 他在无意之中做到了 第二点 就是价值投资的精髓 价值投资的精髓是什么 巴菲特说价值投资 其实就是四个字 不熟不做 所以我想我那个客户 无意中摸到了价值投资的门槛 不熟不做 到现在 我还把它当作白酒行业的调研员 没有一个白酒行业的调研员 比他能更了解白酒行业 他能够随时的调出 这个月的销量数据 茅台什么时候要涨价了 茅台未来要做些什么 他都知道他是一级经销商嘛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行业 他买自己行业的股票有问题吗 所以今天最后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价值投资 我从95年入市跟消息跟风 到2005年 06年做投机 到2007年 08年以后 想通开始做投资 到现在 做了差不多10年的投资 我想现在 我选的这条路 是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最符合我性格的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投资 所以对在座的来说 价值投资的核心 其实就是为首啊 我说刨丁解牛为首啊 在座的难道没有 你熟悉的东西吗 哪怕你是买买菜的 你每天看到的鸡蛋价格 猪肉价格 不就是可以在股市里面 找到的对应的股票吗 你是做IT的 你对通信行业不熟吗 你自己的公司怎么样 你的行业不好 你的对手的行业怎么样 你买不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吗 所以到今天 在我的印象里面 投资是什么啊 投资其实就是把一个 远期的需求 放在你当下的口袋里 当这个需求爆发的时候 你把它从口袋里面 拿出来卖掉 这就是投资 最后我给大家讲价值投资 就像我刚才说投机一样 我认为投机是 极少部分人可以去做的 因为它的天赋的关系 而价值投资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所有人都可以做 都可以学 我在这里列了 大概要做价值投资 所需要的一些 常识性的东西 至少经历一次牛熊 五到六年的时间 在熊市中 主动地重仓过一只股票 主动重仓 你48块钱买了中石油 跟我说 变老师 我重仓到现在 那不叫价值投资 主动地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伸手 巴菲特有一个笑话 他说 我甚至有时候 在梦里面都不愿意说梦话 因为我怕我梦话 说出来的股票代码 被我太太听到了 我要买到最低点 什么是最低点 最低点就是 全世界的人都不认同 而我愿意去伸手 所以最后的那句话 大家看到了 投机 功夫在盘内 赚钱靠嗅觉 而价值投资 功夫在盘外 赚钱在日常 常识化的投资 往往是价值投资 最核心的 所以最后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一个人在市场中 输赢的结果 是市场对他 人性优劣的奖程 得失之间 取舍之间 最终都会决定投资成本 当然最后 所有的东西 是一而形的很难 道理容易懂 做起来真的很难 投资 Gulch 投资是ini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